大家好,朝鲜也对台海局势发表了最新的看法 朝鲜就台海局势进行表态抨击美国支持台湾 拜登日前表示将保卫台湾 朝中社10月24号也报道 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 他表示美国正在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在朝鲜的官媒刊载的评论中 朴明浩批评美国派遣军舰驶过台湾海峡 向台湾提供武器系统升级和军事训练 朴明浩称最近美国在煽动台湾独立 加剧紧张局势 仅在今年的美国就以通航自由为借口 一有机会就向台湾海峡派遣各种战舰 朴明浩说朝鲜认为台海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美国轻率的插手这一问题 有可能触动朝鲜半岛的微妙局势 他说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在该地区不断强化军事存在 是基于一种蹩脚的断言 即朝鲜和中国会在台湾和朝鲜半岛制造麻烦 这一现实证明美国企图扼杀我国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以维持其霸主地位 美国要搞清楚其干涉内政分裂活动和露骨的双重标准行为 只会带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 朝鲜会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霸权主义行为与朝鲜半岛局势联系起来 继续保持警惕以严密注视 拜登10月21号表示 如果北京可能对台湾进行军事侵略 美国准备保卫台湾 至于美国在是否干预中国攻击台湾问题上 一贯维持的战略模糊政策明显不同 但是白宫的发言人普萨基后来表示 美国并没有改变对台政策 拜登也没有宣布任何变化 10月22号美国国防部长重申了总统 瞧拜登本周做出的誓言 即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 华盛顿将在军事上予以支持 这将是美国对两岸传统政策的一种突破 另外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 华自强本月21号称 希望帮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 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此后中国官方连日来多次发声明警告 美国误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国前任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上 表示美国操弄台湾问题意图不会得逞 中国外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那么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秘书处 任何涉及台湾的事务均应遵循一个中国原则 和联大第2758号决议 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均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须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处理 汪文斌强调台湾当局企图挟洋自重 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实质是谋求扩大台独分裂空间 敦促美方遵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 停止与台湾官方往来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不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不得纵容支持台湾当局扩大台独空间 我之前一直给咱们观众说 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国际化 现在朝鲜也开始谈台湾问题了 大家看现在台湾很火 台湾现在火大了 这是文明全球 美国总统提 俄罗斯总统提 普京也说了台湾问题 朝鲜金正恩也提了 你看看 东北亚日本也在提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现在看 我觉得现在已经国际化 而且美国会越来越将台湾问题推向国际 欧盟现在也在提台湾问题 欧洲这些多国 包括立陶宛 波兰 你看看 捷克也在把台湾问题扩大 国际化 本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是中国两党共产党国民党打内战 一个结果 台湾属于中国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房子 房子有个仓房 对吧 有一个主房 仓房和主房 哎 两家人的原来是一家 对不对 都是一家人 结果打内战 那内部矛盾互相打来打去 那我就住仓房 仓房呢 但是主权 就是房本上 这仓房还是属于这个主房 跟这主房在房本是一起的 但是现在呢 啊 由于两个 两个家庭内部出现矛盾 是吧 自己家人分开了 但按了道理来说 外人呢 他是不能管这个事的 就是人家主房和仓房分开 也是人家房本上的事 房本上还是人家的 对吧 房本上还是这家 这家叫中国 但是现在不一样 美国利用台湾问题 而且这个台湾啊 住着小仓房 还有想独立的意思 想单独画出来 单独画个房本 这个就很有意思啊 包括国际上啊 周边这些邻居都说了 都在提这个问题 本来是人家家的事 你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那现在美国就是想把这个仓房单独画出来 这个仓房拿出来以后呢 其他的国家会有动作 其他国家和中国之间会有动作 这个是中国非常反感的 中国呢 一直不希望台湾问题国际化 我自己家的事 台湾属于中国 而台独一直希望台湾呢 变成国际化 但是我觉得现在民进党啊 真的啊 民进党被吊到火上烤啊 如果往前冲 那就碰到什么 碰到高压线 直接垫死你 武统啊 往回退 那就完了 马脚全漏 也就玩不下去了 民进党我觉得以后也很难再执政了 台湾人也看懂了 民进党到底想不想台独 美国给你这么大力量支持 你还不台独吗 那不玩假的吗 就欺骗台湾老百姓 所以现在民进党啊 非你看那个蔡英文 现在都睡不着觉啊 哎呀 有的时候真的 真的觉得很有趣啊 你看这帮台独啊 人家不勒你的时候 天天叫嚣着 我们要国际化 我们台问题 是吧 我们是是吧 东亚的瑞士啊 跑到瑞士天天这啊 叫唤 哎你国际化了 美国把你推到一线了 把到台上来 结果扭扭捏捏 不敢表态了 这非常有意思 接着刚才这个 这个仓房那个事啊 你呢 按照仓房那个事 你就理解了 国际上二战以后呢 是把台湾划归中国大陆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国民党去接收台湾 而不是由其他国家军队 去接收台湾 国民党当时呢 就是中华民国嘛 就代表中国啊 那台湾属于中国 二战以后就定下来的 南海也是啊 中国那些军舰 是不是啊 太平岛太平伦嘛 是吧 太平岛还有那个叫什么 永兴岛永兴号嘛 也是中国的军舰 去接收的南海 南海台海这些岛屿呢 都是二战胜利以后 对吧 归还中国 中国的领土 所以国民党去接收呢 也属于中国 Report这个差呢 打内战 可共产党打了内战 结果内战分家 本来也是中国内部事务 台湾属于中国 这个没有任何争议的 美国这个意思也是 我们还是承认 台湾属于你中国 但是呢 他会鼓动台独 上起 对吧 挑选中国大陆 给中国制造麻烦 那中国一定打台独啊 所以现在台独非常紧张 你看看朝鲜也出来说这个事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而且未来呢 会 我觉得会联动啊 包括朝鲜半岛问题 包括东海 南海问题 和台海问题会联动啊 我觉得台湾啊 未来会 越来越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啊 越来越成为美国 手里一张牌 这张牌很快就会打出来了 我是先说过啊 打出来以后呢 中国怎么解决台湾牌啊 武统啊 哈 我觉得台湾人现在有 有准备了啊 现在得准备好了 这个离你回归啊 来越近了